我再也不会主动给你发微信了 你一定不知道每次给你发微信 我都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 我总是把你的头像点开了一遍又一遍 总是把编好的信息三了又三 逐字逐句推敲了无数次 直到自己觉得真的万无一失了 然后才万分忐忑的 十分激动的把信息发了过去 当我把消息发过去了以后 我就一直盯着对话框 满心期待着你会赶紧回复我 只是多么遗憾的是 每一次我都心心念念 满怀期待 一直不停地看着手机 但是不管我多么渴望 却依旧受不到你的半点回复 你总是不回复我的微信 偶尔哪怕回复我 也只是用几个毫无温度的纸 就打发了我 每当你这样对我的时候 我总是骗自己说 你是在忙在处理重要的事情 没有时间去认真回复我 但是我可以骗自己一次两次 却没有办法一直这样骗自己 当你一次又一次对我这般冷漠 从来都不热情 你的行为真的是深深的让我寒了心 慢慢的你浇灭了我所有的热情 我再也没有任何心思去给你发微信了 我再也不会主动给你发微信了 不是我不想找你 只是我明白了 你并不希望我去打扰你 既然你那么不想理我 我又何必总是自逃没趣 还不停地去给你发消息 我厌烦了那样的等待 也不想再去感受 等不到你的消息失落 那样的心情真的是太煎熬了 太痛苦 太难受了 本来我是那么金贵的一个人 我真的没必要 一再地跑去你生命当中 去当你的插曲 让你肆意地践踏 我那滚烫的真心 或许我并没有办法做到 一下子就放下你 不再想着你 但是我保证 从此以后 即使我再想你 也会管住自己 不会再给你发一个字 与此同时 虽然那并不容易 但是我依旧还是会 一点一点地 把你从我的生命中剔除掉 再见不回我微信的人 既然你不把我当回事 那么我会选择 用同样的方式对你 不是在乎我的人 不值得我去在乎 不回我微信的人 我再也不会主动地去联系 我的真心 只会给回应我的人 我的微信 只发给会回复我的人